南無本書世間無理佛 無上心情未了發 八千萬元我們做過 五千萬元在首次 萬塊如來真實 各位法師、各位聽見台北 我們繼續 來向各位研究台佛領修良經 貫第四 兩百控三藥 兩百控三藥 當年我們算過了第一節 改善一生疾滅定地 真阿連瀟正受刑處 逆金鐵聽東偽逆算 付流納定金佛發音別人生聽 世尊答應說 要來跟我們說到 真性意中的蘇生的利益 什麼是性意中的性意 就是改善一生 改善一生 改善一生 一生就是最上性 那麼什麼是最上性 生佛就是最上性 我一句話說 我不會教你們如何 立到性佛這條路 你看看 有蘇生中的蘇生佛 對於一生 我們在法法經也說過很多 其他經典也說過很多 但是改善一生這句道理 你呢 你憲修大師呢 他當初在把這些經典拍狗的時候 他拍靈欺經就是頓狗一生 拍法嚴經為別狗一生 法法經就是叫做東狗一生 那麼我們這部靈欺經 當時傳到中國的時候 是在憲修中的後面 所以憲修大師沒有拍到 憲修是受益 對一種的一生 那麼自一生會動到憶 這個意義 我們要五點來看法 第一點就是開憲為動 敵憲為恩 第二點是無 無不將處法改流 就是為憶 無不凡幾處法改為動 第三點說 法法會款現實為動 法嚴一切法文無人害為憶 第四點說 法法用一切寬告幾一生 十九為動 法嚴一為無人 重重無人為憶 第五點 法法明性紀俗是動 法嚴明性氣是憶 法院 法院 我跟你說,你們大家都聽我的話 趕快走去外面那裡 我那裡有給你們準備很多 雍棘、六棘、台北、五棘 就是要讓你們每一個人當中有東西可玩 你們快出去 所以,這些火鐵中的孩子 聽到中間說很久 大家都走啊走啊走啊趕快走出去 哇!外面有很多他們介意的東西 其中有一個叫做台北娘家 一隻白狐帶一隻車 那隻就是世尊要送來的 叫做一生 每一個人,如果帶到這隻大白狐車 他就能帶到很多人 白狐就是無業了 所以,你這個發發火上 可以看出佛的滋鼻平定 保育一切種性 個個都要改善一生 那麼改善一生要做什麼? 改善一生,你們大家如果是可以 不管你是動員,你能夠立場一生 這樣,疾滅中庭 真有能力 正受傷處 疾滅中庭是什麼? 疾就是不動,滅就是無生 一生疾滅中庭就是在知什麼? 只你如果立場一生,你就能不生不滅的陰地心 這就是如來未因,這就是一斤法改 這就是本格的割體 你看,一副了解 就只要,你能夠立場一生 你看 一同時就能夠立場這麼多 所以父公請求他 就是要領五秒針本吉原理 十方如來改善一出因心 異生高格,以後大疾滅中庭 大疾滅中庭就是什麼? 就是立場的高海 我不會跟你說 你如果立場立場的高海 立場的高海就沒有生死輪迴了 你已經證明到一生復高了 那個時候,真阿聯絡真受傷處 什麼叫做阿聯絡? 阿聯絡有一名叫做阿蘭絡 反而我們這邊叫做無痠疾 代表阿蘭絡就是政處 真清淨的地方 無痠疾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有人 有人去那種政策 在山頂的時候 都叫做什麼藍露 沒有什麼藍露 就是代表這間是一個 無痠疾的地方 真安靜的地方 那麼什麼叫做執政? 立場啊 你如果可以種到執政 你就執政了 你就沒有複雜 沒有什麼煩惱啊 這就是不但你執政 煩惱也執政 所有的環境都安定 這樣不然阿聯絡 不然是叫做什麼 對不對? 這樣就是必須要了解說 這個世間汙條萬法 都是為心、心、我無法 這樣就是真正的阿蘭絡 你今天 杜利都說不通 厭煩 不要聽人說 阿孤獨 不要跟大眾道頂 跟你們這些人 我有夠煩惱嗎? 我聽到有夠人 我要來米那磅山裡面 我要自己一個人來那種 來收興 這不知道是真正的收興 各位 如果這是這種的 那些泄泄在那裡 就還沒了 這叫做焦咬白痠 這是獨屁現實 這就是怎樣? 泄泄就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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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一堆 真正阿蘭絡不一定到在沈山拿來 阿蘭絡也可以去 是去路頭 只要你的心有疾症 只要你的心無煩惱 只要你知道辦法為心所生 你走到天邊海角 走到繁華的度子裡面 你也是一樣 很寂靜 人家在跳熱門音樂 跟你三個關係 一蹦一蹦 你很自在 這就是阿蘭肉 你不斷在山上 像一隻蕉蕉蕉也不可以 水底的魚在那裡 魚撇撇撇也不可以 這樣你什麼阿蘭肉 對嗎 代表你的心就生不下去 你的心機原生不下去 這樣你就有動搖了 你本來就是不生不滅 我們的心心就是不生不滅 是不動搖的 這樣不再是叫做一滅重地 所以各位社中你看說這有修正嗎 有修正的修正 跟你說 你如果要叩到一生 你才能夠一滅重地 是真正在你的正正的修正的阿蘭肉 跟外面的環境完全無關係 真的修正是修心 不是修外面的環境 不是說今天這個地方要怎麼修 如果這樣你修作對 修正與環境無關係 修正就是修理你的心 你如果要關照給你的心 心自己靜下來,你會心自己不要在那裡煩 這樣,正受行處 哇,這個畫太妙了 心是在支什麼? 心就是在支收靈驗的頂替 就是在支十方無期煩,一路立煩路 這就是真受行路 所以各位,我們今天來做人 來出雞,來信佛 你到底要走什麼路? 夢啊,夢啊 廟的不知道要走什麼路 然後就夢夢,廟廟 人家說,哎呀,怎麼啦 在收拾得快 真的,就轉去了 現在時代不一樣 跪了你就要趕去 去報師,給跪者 在演講、佛講,你才會快 在演講,我就走我走我 這樣 生命叫做真受行路 我們自己就分不清楚了 我們自己就不知道要怎麼走 所以我們世尊不再跟人家說 說跟我們的心 你要有定力 你如果有定力 你就會像佛祖要走的路 不可翻就是佛 佛要走的路 佛祖要走 你看,有收有證 這個不可以叫做證收 所以各位,什麼叫做有收有證 人家最近去誘到一個 人家收得多好,你敢知道 人家已經有心通 還有證到 既民來不來 去不去,人家都跟你說了 各位,你如果聽到這個 叫做有收有證 對嗎? 世尊說這不是證收 真正收的人 沒有在說這種話 什麼都孤佛再來 人也孤佛來 連那個人呢 什麼人也孤佛來 這些都再來 這個煩甘的 聽得對嗎? 怎麼沒有希望 看我們這也不是孤佛再來 看要算什麼 對嗎? 所以世尊說 凡是你如果誘到說 他有收又有證 不可以為證收 記得,頭靠底要清清楚楚 不可以聽到人家看著一個面相 說你怎麼 如果給你算一個伯儀 說你的將來 要問你了 有到五體倒地 甘拜下風 我真幸運去誘到神帝聖 他要問你 你到這裡你賣了 所以真正有收有證的人 要了達到萬何為心 本無生 所以這個不生不必的心 因就是你的收音 這樣名字叫做政收 到你眼睛 真正故意 你才可以看透脫的世間的情境 現在社會 中國有什麼差別 你不必招一堆 所以老人摸到那時候 大家都心通公大 但是 各人的福報不一樣 你如果福報不一樣 你一聲就去一拍祭和 你福報如果好 你特別去遇到 連看到你就不會看到 不要說遇到 這就要看我們的福報 所以說 我們的政修行路 你這就要掛政到不行 要本各個體 亦各起因 由因客各 這樣名叫做政修行路 各位 你這幾位裡面 又包括什麼 要記得 因果問題在那裡 五湯不勞而得 人家的事有毛修 人家的事有心通 好 把他灌頂下去 我馬上豪公出 這樣搶搶滾 這叫做不勞而得 你想什麼 好 把你加錢下去 把你噴下去 你跌得住嗎 不見得你跌得住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沒有那個陰 想要賺那個結局 結果沒來怎麼辦 哇 方便一大堆情 還方便 反正呢 煩惱一堆 結果如何 就是你的錢因不正 因為你的陰 沒有陰引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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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的後果就是這樣 我們人家要有因果觀念 你用多少工夫 你得到多少結果 這合理 這不貪 這不算貪 你今天發財心 我們替佛教做事情 你今天 度重生 這就是你的淫心 那麼你結果 得到人家的讚嘆 有很多人 這樣幫你笑賴 合理 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做財佳菩薩 怎麼修才有正修行路 我們不好自己祕福 不好這樣萬兩儀 就要去 哇 他也這樣去 去江德利弘聽 做什麼 各位說 要有經過 你們的菩薩概念 裡面說 你們財佳菩薩 要去江德利弘聽 要由師父 給你認證 師父說 可以 你才可以 不經過師父給你認證 你就是煩煩 所以 開槓 摸開槓 正經 要開始 這樣 度重 不是那麼簡單 有時候誤導眾生 那不可以叫做正修行路 所以你看 世尊跟傅劉納說 好啊 我跟你們說 我要跟你們說 正義體中的真正義體 就是要說一生 要說一生 一生一別頂地 一生一別頂地 你如果在那裡 你就真正阿難力 你就是真受行路 世古就已經有夠分了 各位 這世古 如果我們賺得到 這不是一世人的事 生生生生生 大風騷 對嗎 所以 世尊就說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好 所以 佛 他來 提醒 來 來 叫我們提醒 去聽 叫我們 是怎樣 就再跟我們說 提醒 因為我們一向聽眾 各位 我們都怎樣 你們說 接禮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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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我這人說禮 你如果沒有禮 就說不通 好 好 你說禮 什麼叫做禮 你有禮 沒有禮 當著你這種人 像像 當 那個 有禮的人說 走天 當著你這個無禮 實在 寸步也難行 講什麼禮 你接禮 你接叫做四的 不是我的 所以就想不然人接禮 會數 總心 會體 雖然是不變 擁要雖然 那麼雖然連 他就是三種的相識 五代相人 雖正元的 有別人合格 所以發真如妙 各民生 你要知道雖然 不變 不變 虽然 所以不要每次叹一叹来说 我跟你说 那我已经生佛了 我已经是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能叹一叹 一切道理都可以不变虽然 你今天如果没有虽然 你要怎么去申请三世六畜 你要怎么去五台上林 你要怎么带水飞风 寿台要怎么去乡通 这有理由在那里 但是我们一般都叹在那里 通不过 你既然有叹 你就没法去见到你的妙特名声 所以妇留纳 他来请问 问后 世纏跟妇留纳说 你们大家就要注意这点 所以妇留纳他们就勤用世纏 那藍马 커� táche 所以大家知道 过去苗正说 所以不ほ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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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多少聽眾都黏黏 要注意聽世俊說什麼 這項目標示什麼 標示輸出道合 機構上客 所以我們說 生命僵聽的時候 世俊要說的道理 也是剛才觀眾要聽 觀眾在想的事情 剛才世俊要跟我們解說 在那個時候 要說的人還沒說 聽的人還沒聽到 然後就叫來來 眼睛就一直看佛 要當時說 所以你如果看到那個霧 你就知道是不是這個臨近 那個臨近的開始就是 開始後面就發音流暢 所以第一次 大家都很期待 很盼望 看到佛的金口要開 所以他們大家就很高興 所以我們佛就說了 我們看2003億 老前面算過來第三招 佛安、佛流納 如你所感、清清本賢 因何佛星三合台電呢 社俊開口想問佛流納 因為佛流納的疑問就是這句 所以 佛就跟董基佛流納說 有關的你所問的 你說 我們的本身是清清本人 為何用呢 會生出這個三合台電 這個問題走出來 我現在要跟你說這句 謝孫子 記憶很好的 你看他說多少話 說完他還會記憶 他還會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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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當經如果腦筋吃壞 也沒辦法說 所以我們 看到社俊 他的 和地主的一文一文 你就知道說 我們社俊 不是我們世間人 說IQ100公佈的 我看那個滾了 他的IQ不是我們的行為 你看他從頭到尾 他說過尾 他頭到尾 都不會讓你抓到尾 十九個 都淫淫 十九個 都閒接得起來 所以我們在講話 讓人這樣 嗚嗦嗦 哇 你現在說在哪裡去了 聽都聽不到 啥也啥 倒不來 這樣不算我講 你就是講到天花亂罪 去搁兩公佈 也不好 也不好 那也不好 人家都聽不懂 你在講到 你重點在哪裡 所以各位 我們一看到社俊 哇 說這麼久 跟我們說到一生 說到一生 說到一生的長大 說到真相相 跟我們說這麼多 後來還知道 偏好要回答 完祖主的問題 那麼要回答他的問題以前 社俊 他還有問完祖主一句話 問他什麼話 這就是我們平常會問到的話 各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請 跟社俊 問完祖主 第一句話 要問他什麼 後來就要跟他說 所以各位聽眾 我們在靈驗經 裡面 我們可以貼回到 社俊 跟這些地主 他們重甘的 問答 解答 給我們很大的開示 所以你們一定要有 基本經 這樣你們才聽得到 不要來聽經 沒有看主 聽經 如果沒有看主 不會進步 疑問 聽著聽著就不會記住 還是要抓什麼 所以一定要有經主 對著看 希望大家 都會來保持到這個方法 每一個人生生世世 都會做法書 有更經所法 功德重生 萬一出公爹 中嚴不正道 中嚴不正道 雙方四重因 雙方四重因 下座三道口 下座三道口 療癒建文者 修法保體心 儘處於保身 動性結禄國 那麼本書 學驗門國 好大 今生死了 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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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尊